回朝安欢迎来到内谈 我是蓝虎 咱们继续来看一个全服力天机的一个单挑 对战方碰到的是一个 这个华生寺 华生寺 咱说实话单挑的话 稍微有点弱 因为华生寺的话 感觉不太适合一个单挑的一个比赛 除了一个宝宝特别的占有优势 咱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 对战方现在也是跑了宝宝 根据宝宝的一个黑色图子 咱们来判定 对战方在应激这方面应该也是没有毛病的 这战方也是分光 一个胜利的一个希望 寄托在一个宝宝身上 关战方的一个宝宝输出的话 还是非常可以的 关战方的一个天机城 它的一个打法就是 刚开始有可能就是说比较柔一点 然后随着时间的一个延续 然后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这种形成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效应 这场方直接群体拉一把金刚 给一个宝宝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 输出的一个环境 而且对面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眼色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 关战方也是成功的清掉了 对面的一只后排的一个宝宝 现在场上的一个局势 对关战方十分的有利 关战方选择继续取秒 好伤害的话有点挂杀 没什么 关战方十分 对面就是 好 好 好 我 五 可以 长 这好的话最大方又飞掉一个宝宝 现在场上的一个局势完全是形成了一个轻宝宝的一个局势 现在就是凭谁的一个宝宝多 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个延续 对于刮战方的一个天机城而言是越来越有利的 所以刮战方也是非常喜欢和对面打成这么一个局势 队长方继续选择召唤 感觉对待方的一个宝宝有点跟不上一个节奏了 官长方的一个节奏非常好 不要看官长方的一个伤害不高 但是官长方的一个节奏可以看到 每回合都可以平稳的输出很多的一个伤害 而且官长方马上就可以变身一个 哎呦已经变身了 变身了一个开架勇士是吧 这样的话官长方的一个人物就会有了一个成敦的一个伤害的一个加持 哎呦但是出发了一把呼呼 我的天 现在官长方场上的一个宝宝伤害非常爆表啊 又清掉了对面的一只宝宝 这样的话队长方手里只剩下两只宝宝 应该是非常难打 官长方手里还剩下三只 而且官长方的一个伤害还没有出 对的话也是直接拉出了一把顺法的一个高一之力的一个虚拟 应该也确实是没招了 这样的话队长方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对面的话还是非常环统的一个花 生死啊 他没有选择就是说用一些小花招是吧 一些小兮兮小心眼是吧 来拿捏一个官长方 这有在对面的一个宝宝 确实在分光的一个假冲下 直接饿了六千多血 直接把官长方的一个神诱给打掉是吧 看一看对他方的一个宝宝能够爆发出一个什么样惊人的一个实力 一把恶宝 哎呦恶宝六千血有点高呀 对来方因为是手持一锁 所以对来方并不是很光 继续拉这种高一之的一个虚拟 这个对面的一个宝宝也是对面最后的一个倔强 如果对面的一个宝宝如果再飞的话 对来方是百分百输掉比赛 对面最后一只宝宝也是飞掉了 这样的话对来方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如果是我的话 肯定会拉出一些虚拟来 就是给对面最后的一个冲刺 对面也是直接选择逃跑 这项帮助 对面最后的物质 对面最后的1个仇人都会哈哈哈 对面最后的物质 但不许意思是为了